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熊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就介绍了多态的一些概念 对不对 对 那这节课咱们稍稍写一个多态的一个应用的实例 那上节课咱们讲到多态主要目的是做扩展动作 对不对 对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上节课咱们画了一个图 画了一个笔记本电脑和多个USB设备对不对 咱们就实现一下这个程序 看一下对不对 那写程序之前呢 咱们已经了解了这个原理 那咱们就什么 主要是咱们先把电脑的功能写出来 因为电脑先开发对不对 然后你开发一个USB设备 我开发一个USB设备 观众朋友再开发一个USB设备 对吧 那这样的话 每个人都可以开发USB设备 只要插到主程中 主程在改代码或者是改极少的代码的情况下 就可以运行你那个东西 对吧 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需要 写电脑之前 咱既然用到USB设备 那我们在这里边 我们就先需要做一件事干嘛呀 先定义规范 对吧 定义规范之后 我电脑用这个规范就行了 具体的设备的实现交给你此类 咱们把这几节课学的东西串一串 好吧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定义规范的话 那 是不是先定义接口啊 对不对 因为定义这个USB 就本身怎么就活的 就USB接口 对不对 所以呢 接口是用interface 对不对 叫做USB 听不讲 接口 那USB接口呢 比如说有几个长宽高的值 对不对 那cost 当然这几个不一定用到 咱们的例子里边 但是他先写好规定好 比如说 他的那原来接口的宽度 WIIDTH宽度 比如说等于是1.2 咱们是用毫米吧 12毫米 对吧 当然我也没太量一下 你可以拿尺子量一下 对不对 或者网上可以查个这个对方 然后高度 比如说这块咱们是3毫米 假设是对不对 对吧 然后呢 就是长宽吧 深度就裹裹裂了 其他的属性 你就看一下你的USB设备 对吧 有什么样的 你是不是都可以规定好啊 这几个属性不用 我只是生定一下 看一下 所以就这样 然后呢 USB规定好了 你属你USB设备一插进去 我必须得开启 对吧 就是相当于加载驱动吗 加载就是 呃 烙的吧 咱们就一个烙的方法 加载你叫什么方法都行 对不对 你死大海江 然后有个I1运行 对吧 一拔掉之后 有个停止 做三个方法 行不行 就规定了 我只要掉你烙的 就能加载到你 我只要掉I1 就能运行你 我只要掉stop 就能卸载你 是不是这些东家 对吧 所以我这里边 做抽象方法 而我已经烙了 加载 对吧 但是我现在写的是规范 我知道是哪一个 的设备吗 我知道 加载的鼠标 还是键盘吗 是不知道 所以我没法写具体的实践吗 只是规范 你必须有这个方法 对不对 然后我在里边 再有什么运行 运行的UIP设备 对不对 然后 里边假如说 有限度 stop 就叫停止 三个方法 那UIP设备的规范 我就写到这了 对吧 然后 电脑用这个UIP设备 对不对 所以呢 所以做一个类电脑 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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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来 做一个电脑的类 电脑里边是不是得用到USB设备 对不对 所以我这 faction 对吧 里边有个use 使用USB 看到了吗 对吧 然后不管你传哪个USB设备 只要这块传一个记着 参数里边类和接口是可以用类名来限制的 是可以这么去做的 就知道吧 这个支点的前面都没学过 这里说数组和类还有接口 是可以在参数里边这么限制的 其他类型不允许 就知道吧 那这样一限制的话 也就这个参数 我只能传这个类的对象 别的对象是不是传不了 只能传这个类的对象 明白 这就限制一下 如果这边是数组参数的话 告诉我们这参数 只能传数组 有点类似于强类型别 对吧 只有复合类型才能这么做 ok 当然这不是什么太大的支点 大家只要看到这样就行了 那电脑不管什么UIT设备对不对 我已经有了规范 对不对 我按规范去调用 就是什么 比如说不管你什么设备来 我都掉到里边了 先加载和模拟先写 不管什么设备来 我都是什么运行它 不管你什么设备来 电脑程序我都stop都可以什么停止这样的功能 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 现在你看电脑程序是不是小了 你不管加什么UIT设备 我都固定掉你这些代码 那你想想 如果我写 比如说妹子 你写UIT设备 你如果不按照这个规范写 那主程序能掉到你那个程序吗 是不能 那现在比如说 再做一个人 person 对吧 工作者吧 比如电脑的组装师 或者是应用的人 work 作为一个工人的类 工作者的类 对不对 然后这里边做一个方法 就是什么 他应该是不是组装 对吧 就是拿个原因设备 拿个电脑是不是装了 对不对 所以他这里边有一个 比如说使用的 人是不是有个使用电脑的功能 应用电脑的功能 对不对 所以他拿了一个电脑 电脑C等于 Cumputr 当然这个人的工作变化是可以变的 对不对 然后他去 这个人需要US设备 拿起电脑之后 访问里边 他用USB 但USB 是不是还没生产呢 所以咱们写几个US设备 现在主程序就写完了 这个人用性也有了 对不对 但是现在还没生产USB设备呢 那程序就交给你去扩展 对吧你怎么扩展 如果你想写一个USB设备的话 比如扩展的话 在这话 Faction 就是class 比如说我做一个鼠标 M-O-U-S-E 可以吧 鼠标 那鼠标这个类的话 我如果不按什么规范写 我随便写的 鼠标拿过来 主成语想调用的鼠标功能 是不是得给很多个代码 对吧 但是如果我鼠标写鼠标的时候 我就参考规范 什么 那是接口 I-M-P-L-E-M-P 实现这样 USB 按照USB规则去实现 如果继承的USB了 那里边就必须实现什么 LOW的方法 加大括号 对不对 必须实现什么 对 运行的方法 还必须实现什么 止道法 对不对 这样的话 你看 只要这里边 三个方法 三个方法 必须是实现 发明是不是 电脑里边已经规定好 就知道那名 对吧 然后调呢是固定的一个名 那实现我是不是 还鼠标不能写 对不对 那我这块加载 比如这块 加载 鼠 鼠 鼠标成功 可以吧 是不是加载鼠标成功啊 然后这块 再这块 输出 对 运行 鼠标 鼠标功能 对吧 然后这块 鼠标拔下去了 这块 对不对 鼠标 工作 结束 是不是意思 现在比如说 这个类 是由妹子写的 对不对 那放到我程序里边 来 我现在一用 你看电脑程序 我电脑程序有改吗 你改那电脑的类了吗 没改 只要这个人拿了一个M鼠标 你用M 对吧 OUSE 鼠标的对象 然后把鼠标往这里一传 对吧 那M传进来 是不是传到哪了 鼠标的对象 是不是传给这个了 那鼠标 属不属于USB的子类 所以鼠标属不属于 能够付给这个 鼠标属于USB的子类 那鼠标是不是属于USB 产品 是不是意思 所以USB产品包括鼠标 包括吧 所以这个USB是不是鼠标 所以子类对象传给负类的引用 调用的是负类的方法 其实执行子类的东西 对吧 现在看一下 这个鼠标 能不能运行 现在我只要创建一个人 工作者 对象 WORKDR 然后让这个人去使用电脑 USC 是不是他拿了电脑 查鼠标 然后就用鼠标 对吧 然后我们来密信一下 有一个这个方法 不能叫这 这是波林子啊 用 用 USB吧 好吧 USB 全是小型吗 US 这是重复的 那就是用 工作吧 就叫WORK 进行工作 行吧 工作者 他现在调用他的工作 他的工作就是把鼠标插到电脑上 让我去用 对不对 来看一下 是不是加在鼠标成功 运行鼠标成功 对不对 这块是几个注意的级别 下面这是什么 错误的级别 这错误在哪呢 没有对象 这块写的应该是词写错了 这块是死道了 对对吧 USB 是不是工资料解锁 对吧 假如说现在妹子 你又开发一个产品 比如假如说现在又扩展了 又有产品了 对不对 假如USB 你还想使用什么产品 键盘 键盘 KEY 键盘 W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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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S 就这个吧 对不对 是不是得实现这个 实现USB 所以现在是不是属于USB设备了 实现它 我就能用到什么 Loud的方法 就必须得 覆盖这些方法去写 对不对 然后 还得有运行的方法 但是运行的功能 是按键盘的功能去写 然后 停止的功能 然后这里边 加载 输出 对吧 嗯 加载 键盘 成功 对 运行键盘 你可以写什么都行 对不对 运行 键盘 成功 然后这块 输出 键盘 如果拔下去了 是什么 嗯 停止 对 键盘 使用 是不是 嗯 然后这个人 现在你看 扣其扩展一个类 一个功能 一个键盘的功能模块 对不对 然后呢 但是怎么的 我没有 呃 去改电脑的东西吧 没有 对不对 只是对工作人员干嘛 扩展了 拿了一个键盘 等于 new keypress 对不对 然后 把鼠标给 如果一个USB接口的话 把鼠标换成K 是不是就键盘了 嗯 你看 如果有一个USB接口 是不是就变成键盘了 主程又没修改 对不对 对不对 那现在如果在鼠标 键盘有两个USB接口 电脑上是不是还可以拥用 use USB 还可以用鼠标啊 嗯 是不是这样 嗯 那现在写两个 如果写二十个三十个 一不一样 一样 是不是就是程序能做到 可扩展了 对吧 现在 每个人你可以写一个自己的USB设备 按照这个规范去写 然后只要往这电脑里边 线一插上 就走对规范 走对规范 这事不就多胎 现在程序你可以随意写原位置 你写几百个几千个主程序都不用干 电脑程序都不用干 对不对 嗯 所以像这样类似的功能是非常多的 那也就是说 说明我们多胎的移用场景是非常多的 嗯 对吧 好 那多胎咱们就这样在这里边 那后边呢 咱们会用一个综合的例子 叫所有的风光继承多胎 这些咱们都喘一下 对吧 因为咱们前面净学于法了 实际拥有的地方 咱们得灵活的运用才可以 对不对 就得带大家 多开发项目 多开发小营用 才能 将这些程序融会贯通 很好的灵活的使用这些基本语法 反而学基本语法实在是太烦了 对不对 嗯 该学不见效果 只有写项目的时候才能教效果 但是大家坚持住 写项目一直有这些语法的积累 加上自己的思维逻辑 才能把程序写出来 好吧 好 那这一刻就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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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